各位好 欢迎来到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见证农业科技的魅力 咱们今儿认识的江苏镇江的别培祥 这头脑真是挺灵活的 他建了一个农庄 种上了绿化树 果树 再养上鸡 羊 兔 他妙就妙在巧用农庄里的野草 把这野草是给用足了 别培祥用草的第一个地方 是养兔子 养兔子最重要的是选好两个东西 别培想巧就巧在 他的两个东西选得非常好 第一个是选的区域草很丰富 里面有蒲公英车前草 黑麦草 皮摩西草等等 正好是适合兔子吃的 我们这里丰富的草资源 完全能够满足兔子一年四季的饮食 那么只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季给它适当的补一些水分就可以了 第二个选择是有坡度 我这个农庄选择了这块地养兔子 这个地形是由高而低成梯形 不易击碎 别培祥选择的这个地方很干燥 草科环境比较偏僻 有草灌木遮挡 兔子胆小 突然的喧闹声声人都会让它们害怕 这个区域远离人群 兔子呆在里面 安全感强 别培祥很聪明 他选择的这块区域 正好有兔子最需要的两个条件 他对兔子的习性很清楚 他的放养密度也低 总共有二十多亩地 每亩只放了五十来只 让兔子们有足够的草吃 能撒花 还有安全感 当地人评价他 这个人呢 太会用草了 把兔子的需求照顾好了 还要把它们给掌控好 养兔子就是为了挣钱呢 可不能让兔子跑了 病了 为了能用好草养好兔子 别培祥 还有几件事是必须要做的 首先呢 他建了一个围栏 兔子应该说是一个跳高的高手 别培想就把围栏做了两米来高 这个高度 兔子跳不出去 成本也不高 我们在这个培这个围网的时候呢 在下面啊 挖了四十公分 四十公分 然后这个培下去以后呢 就防止兔子因为打洞而跑掉 别培祥很清楚 兔子打洞的规律 最多呢 是往下打三十厘米左右 于是别培祥在埋网时 网就往下 埋了四十厘米左右 这样啊 兔子想打洞都打不出去 别培祥为了让兔子吃好这口草 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 兔子是在野外养的 难免会遇到天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培祥也是从成本方面考虑 用了些并不大花钱的黑网子来预防天敌 我们在这个建设这个围网的过程当中呢 加了一层将近六十公分的黑网 从地面往上 加了这么一层六十厘米的黑网以后 就像是添了一层保护伞 网子外面的天敌 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兔子呢 也看不到外面的动静 这样呢 它就能够在比较隐蔽的环境下 安心的生活了 另外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兔子在野外搭的一个帐篷 帐篷的目的呢 就是给兔子遮风避雨 兔子平常不都有自己的小窝吗 它们在野外 自己会找些密集的灌木丛林 或者洞里面躲起来 如果不刮风 不下雨 不下雪 那它们待在那个小环境里挺好的 可要是有了风霜雨雪 那个小窝 就不能让兔子们安安心心的享福了 为了应对极端天气 别佩祥就专门为兔子们搭建了户外帐篷 毛毡比较厚 也比较硬 能够防风防雨 地面铺着石棉瓦 可以防潮 这样啊 兔子们在异常天气里 也有地方去 为了吃好这口草 别佩祥 这在兔子的安居乐业上 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这样既养出了野外环境中的天然兔子 还能够让成本很低 兔子是很好的 就是你看它的光泽 腿上的鸡肉 鸡肉特别的紧密 毛泽非常的光亮 别佩祥的第二个用草的地方 是喂鸡 同样是跟养兔子的鹿子一样 别佩祥主要是找到鸡喜欢的地方 我这个农庄有很多的绿花树 果树 下面的这个杂草非常的丰富 别佩祥的鸡 是在不同的林子里沦养的 在这些林子里 有大鸡 马糖 竹草等野草 这都是鸡爱吃的 除了草啊 您别忘了 这草里边可有的是虫子 虫子也是鸡的美食 更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考虑到草的红时 还选择了一些能够预防疾病的林子 我们的这个果树林里 有石榴林和这个柿子树 那么石榴和柿子 这样的果实也能够非常好的 满足鸡的饮食的结构 柿子含有果胶 果胶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鸡吃了以后 有良好的润肠作用 能够保持肠道正常菌群的生长 这石榴里有苹果酸 柔制生物碱等 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腹泻和力气 在这样的林子里待着 鸡吃的东西很丰富 基本上能够保证鸡所需要的营养 鸡主要吃的是野食 它又是轮养的 总共30来亩地 每亩只放了200多只 这样鸡晚上回来 补上50%左右的饲料就可以了 放在这个绿化林和果树林下面 那么这样呢 就能够大大的降低饲养成本 别配祥的鸡啊 营养全面生病少 它有结窍 就是巧用草 它的这个巧字 同样也和它对于鸡的习性 非常了解 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它不了解鸡的生活习性 不清楚鸡喜欢吃什么草 不明白该怎么预防疾病 那它也做不到这些 为了让鸡吃好这口草 它还专门安装了摄像头 安装摄像头啊 主要是为了防天敌 因为在养鸡的这块地啊 也是在野地里面 树高草密 生态环境好 经常会有鸡的各种天敌出没 在兔子养殖区 它是用围黑网的方式来防天敌 那鸡和兔子完全不一样 所以防天敌的方法也不一样 鸡到了晚上 它们一动不动了 更容易成为这些天敌口中的美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为了防住鸡的天敌 它在林子里安上了摄像头 24小时监视 那么有了视频监控过后 就会把鸡放养的整个过程监控到 可以让养殖户及时了解 及受天敌的影响 只要从摄像头观察到有动静 发现天敌的踪迹 就能及时的制止天敌 别佩祥除了安了一个电子眼 他呢还找了一位帮手 一起来对付天敌 我们采取了一种传统的方式 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 放了一些核 当遇到鸡的天敌时 鹅会发出嘎嘎嘎的叫声 通过它的叫声 也能够起到预警的作用 有的天敌也会被这样的叫声吓走 通过监控和养额 这天敌啊就好防多了 人也省心多了 有了视频监控这个电子眼 对于别培祥来说 还有额外的好处 那就是通过它们 可以随时看到鸡的成长过程 了解鸡的健康情况 那么消费者可以登陆鸡场的网址 亲眼看到鸡的整个生活环境 了解鸡的养殖情况 我们还有一种技术呢 就是可以把鸡的生长过程 几乎完整地监控起来 这个技术呢 就靠这个小小的一个东西 这个紫环 脚环呢 一个电子脚环 里面安装有芯片 在林子里安装了感应器 能够实时地感应 鸡在林下草地里的位置 这样啊鸡每天的活动轨迹 运动量 吃饭喝水 都能记录在芯片里 把芯片里的数据读出 就能够了解到这只鸡的一生 安装的这个视频设备 它跟鸡脚上的这个脚环 接合起来呢 能够随时找到这个鸡的位置 保证这个鸡的 在我们监控的范围内 生长得很健康 我一说 用上视频和脚环 双重措施 既可以防御天敌 减少工作量 还可以让消费者详细地了解到 鸡的整个生长过程 买着放心 吃得安全 它是放养的 吃的全是草啊 这个虫啊 都是野生的 所以说呢 这个地呢 确实是很好 别培祥这个人啊 真是太会用草了 他这第三个用草的地方 是养羊 养羊的这块草地 它选的更是巧妙 怎么呢 它是选在了竹林里 在竹林里 这草长得茂密 适合羊儿吃是一方面 另外 别培祥还看中了一样东西 就是这竹子 为了有助于竹子的这个健康成长 那么我们会对竹子进行一些修剪 那么修剪下来的这个竹叶呢 那么对于羊的生长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 这竹叶可是好东西 它们是很好的植物蛋白质饲料 蛋白质的含量很高 每100克竹叶有10克左右 另外竹叶里粗纤维的含量也高 每100克竹叶含有26克左右 是非常适合羊吃的饲料 把羊养在竹林后 总共有20多亩地 每亩放上20来只 别培祥它们给羊每天的补料 非常的少 每只羊也就二两不到 成本要将近节省90%左右 养羊花钱少 竹林里生活空间大 羊儿能够自由的活动 它在放羊肯定好 今天在跑嘛 直接它都有 里面有草 有组业 都有 除了羊除了羊好 那么同时羊分 又给竹子的生长提供了肥料 竹子长得壮 笋子收得多 能够多带来一份收入 在竹林里放了羊以后的竹笋的产量 比没有放羊提高了两倍以上 为了在竹林里养好羊 用好草 收好笋 别培祥 还善于敲打时间差 它在清明前两个月 会把羊转移走 那个时候啊 这竹笋刚开始冒出来 杂草也刚刚开始冒芽 为了它们能够很好的生长 将来能为羊提供更加丰富的食物 所以得让它们充分的生长 过了清明之后 它再把羊赶进竹林里去 保证竹林里将来有足够的草给羊吃 笋子的产量也能够提高 别培祥从草入手 让农庄里的各个地方都派上了用场 为动物们提供了最佳的生存环境 把每个环节都做精做细 它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推广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她为什么要把树锁在笼子里 我这棵宝贝就怕别人给我偷了 这究竟是一棵什么宝贝树 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秘密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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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